你让你下去看这个土厨物 你也是很奇怪的 这工程上怎么不错 挟荷我实在不知道是 指责跨越汉沟的茶廊工程 地方表示 原本施工前的会刊 居民是建议不要设置残障坡道 才直线直接跨越汉沟 设置一座小桥 是最简单的施工方式 不过最近路边披荐了一座斜坡 居民才得知设计 与当初的会刊结果不符 让居民是无法接受 我们希望是叫三红路进来大橋 跌去 不要这样做 这样土地浪费太多 放车子也没有当往 你看你的四郎来 你还做一个车 在这儿 这儿还这样扁 这儿还这样扁 这儿又有 仅仅期盼的旧厚礼国中 近期就要大变身 成为绿域盎然的森林公园 而为了方便住户能够方便进出 市府也在公园的后方 文明路三十一校内 规划无障碍波道 不过却让居民是大反弹 批评账的设计 根本是浪费钱 而且越看越不美观 他跟我们合议好 说不要做成长步道 结果要做的时候 应该是跟我们这里的人说 是说跟我说 我跟他们协调一下 让人们说要这样做 不然他们不会交代 还是怎样 有个理由 我都带给我们这里面 我们这里不可以 让这个生意出来 你怎么做 他们越看越不舒服 就是他找你另外找义丸 这不是啦 不是有过的主意 因为你在这里 他们这边很创牢 你这边也有罪 不然就有罪了 一天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这里 这卡住用锅出来 他应该说我们是要冻水 我问你去那边 那边冻水 怕说水的意思来说 你买的那水 要不要掉下来 我们这里最高的 不要说刚才就这样 对吧 不要说建议 因为当初就跟他们说 都没有这样 听我们这地方的建议 我们就没办法 现在做这样来 大家都一直反对 对此公所表示 文明落31项的公园出入口 虽然是检硬的通道 但还是必须符合规定 来施设无障碍波道 也因为有考量到 提防高低落差的衔接 不破坏排水沟的结构 但如果要采用民众的建议 斜坡的坡度会过斗 所以最后 则是用最自行设计规划施工 也将持续跟居民沟通 来达成共识 这种谋的顺线 台中才放不到